您好 歡迎收看6月26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路易慧 台灣的本土個案在今天降到4萬例以下 而花蓮則是新增578名的確診個案 衛生局表示說在27號開始 將入校園為5到11歲兒童施打莫德納 還有BNT的兒童疫苗第二劑 而另外國內也出現了第一起的喉鬥病毒 衛生局也特別向鄉親來說明注意還有預防事項 根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聲部 花蓮縣25-26日週末兩天 各新增586-587名確診個案 相較以往有小幅趨緩 26日花蓮縣衛生局長朱家翔主持記者會 提醒家長6月27日起 將入校園5至11歲兒童施打莫德納BNT兒童疫苗第二劑 還請留意兒童施打後的身體狀況 也向鄉親說明國內首例喉鬥病毒的注意和預防事項 從今天開始 我們大11歲的國小生 或是我們幼兒園的大班 蠻五歲的孩子 就可以來接種BNT或是莫德納的第二劑 那在這個部分呢 BNT跟第一劑的相隔時間是剛好四週 那莫德納的相隔時間是七週 七到八週 所以剛好符合我們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定的 一、二劑之間要間隔四到八週 所以從明天開始就開始要做國小的接種 而這次接種還是依照往例都是入校接種 所以家長只要把你的小孩子的健保卡同意書 那在學校裡面就可以來做接種 最主要都發生在非洲 那今年五月份開始 在英國、德國、歐美的國家 開始有個案出現 而且又傳播到澳洲、新加坡、韓國 那我們國內在6月24號有首例的出現 那大家聽到這樣的一個又是一個病毒感染 後面又想到新冠病毒 想到這兩年這麼辛苦的抗疫的過程 那就是很擔心跟害怕 那其實喉豆他傳播的方式 跟新冠病毒事實上是不太一樣的 那他為人畜傳染 那其實喉豆最早期的感染都是人畜傳染 就是由動物傳到人的身上 就像禽流感一樣 那尤其是你吃了被感染的動物 那他屬於一種接觸感染 接觸感染 那當然也可能會飛過感染 但是彼此間要有一個長時間 面對面的一個接觸 面對面接觸 可能接觸時間要不只15分鐘 更有長時間接觸 所以家人也是一個被感染的一個 泡發的一個住所 那另外呢 你有研究發現到 媽媽感染之後呢 他會經由開盤垂直傳染給我們出生的孩子 所以他的傳染途徑 大概是人畜傳播 或人傳染 人傳染的方法就是要長時間的接觸 接觸感染 那當然有少部分 會有媽媽傳到母體 傳到我們的嬰兒 那他的最狀態 最主要是會發燒 然後出現水泡 如果各位 如果你以前得過水痘這個病的話 那其實他跟水痘的情況是非常類似 一開始的時候 他會出現很多的水珠 然後甚至會有龍珠等等 會有些斑點皮疹 那同樣呢 因為有發燒的時候 會有些胃寒 甚至肌肉疼痛 重點在這個地方 淋巴線會腫大 所以在你的屬膝部 或在醫下 或在臨部 頸部 這些地方的淋巴結 會出現腫大 那 甚至有些人會產生生殖器的感染 那 在這個 兒童或是醫下的族群的話 可能會導致重症 導致重症 那 怎麼預防這個猴鬥呢 那最主要的關鍵 最主要的關鍵 就是避免接觸受感染的動物跟人 避免接觸受感染的動物跟人 所以當你發現到 已經有一個人 他身上有長很多的水珠 水泡或龍泡的時候 請你給他保持距離 所以維持一個相當的社交距離 是非常重要的 千萬不要有親密的接觸 絲imon 結論